這集要講的內容主要就是從youtube裡面的影片 把它潛入到你的網站的時候會發生的一些狀況 那什麼狀況呢? 就是當我們在看完影片的時候 最後都會出現別人的影片 這個在行銷上面對你很不利 我們來看一下這是什麼狀況 譬如說你在一個youtube的影片上 然後你去截取一個影片 現在隨便舉一個例子 我們在這一個分享潛入的地方 把這個潛入碼直接複製起來 然後你把它貼到你的blog裡面去 我隨便用一篇blog做test 好把它貼上去這個潛入碼的時候 然後呢我們去預覽一下 好這篇文章呢 它就出現這個youtube的影片已經簽入了 那我們把它播放一下 然後當這個影片播放結束的時候 仔細看喔 OK播放結束之後 它會出現其他影片 那這個出現其他影片呢 其實它的好處是說 對youtube本身來講的話 可以增加youtube本身的瀏覽率 本身的流量 但是對我們自己來說 如果 它出現相關的影片 但是 假設你是在賣A產品 然後出現的相關影片呢 它也有可能會出現A產品 而且是其他你的競爭對手的產品 然後別人點擊之後 就會看到你的競爭對手的產品 所以這個是對你非常不利的 那怎麼樣避免掉這個狀況呢 我們今天主要就來講 怎麼樣避免你的 訪客 或是你的客戶 看到youtube上面的影片的 其他競爭對手的影片呢 首先就是 你要到底下這邊來 在一樣在簽入的地方 以下這邊 你要記得 不要勾選這個按鈕 影片播放結束後 顯示其他推薦影片好 我不要 不要勾選 然後這時候呢 不要勾選的時候 你仔細看好 我勾選的時候 我勾選的時候 它這邊會 顯示出 它這邊會 顯示這樣子的簽入 但是我去選 不要勾選的時候 它這邊會多出一個 REL等於0 就是referral 的意思 就是推薦 等於0 就是它不會推薦其他影片 那你不用管這個簽入碼 你只要不要勾選就對了 你不要勾選的時候 再去複製這段簽入碼 好 複製起來 然後在剛剛這個地方呢 把它置換掉 貼上 貼上 然後我們再去預覽一下 看一下影片 好這個時候呢 我們把它播放完影片的時候 我直接把它拖一到後面來 OK好 播放完畢的時候 它就會停在這個地方 它就不會再去推薦其他影片 所以 把YouTube上面你自己做好的影片呢 遷入到你自己的blog或是你自己的官方網站 那這個 這個時候再去把你這個網址呢 給你的客戶 或是給你的訪客去收看 那 對你來說才是最方便最有益的 那如果你直接把客戶連結到 其他 直接連結到YouTube的 原始網站去的話呢 其實我 個人沒有很建議 沒有很建議 因為它只要到YouTube的話 即使它沒有 這YouTube影片沒有做其他影片的推薦 但是你看看 其他右邊 右邊其實會看到其他 你的競爭對手的影片在這邊 所以 也不要把它連到YouTube去 最好是把YouTube影片 遷入到你自己的網站去 然後不要讓他出現推薦影片 這是最好的方式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